Hello, 大家好 又到星期一晚 等人仔進來 我在角度不太見到 有沒有人進來? 稍等一會 先弄一弄燈 好, 有沒有人進來? 來, 我先分享影片 我現在分享影片 如果有朋友也有看星童感受 就通知他們開了波 做了三分鐘, 這次懶得 從來沒準時過 這次居然是做了, 怎會讓人害怕 好, 今天就有很多話說 真心有很多話說 因為這個題目 就有人請問過 需要說, 而且確實是 增加了很大的 popularity 很受歡迎 在外國, 我不是第一天知道這件事 我稍後就會開估 有看到post的人都知道 其實我們今天會講 全肉的飲食法 就這樣聽就覺得 神經病, 你不要害怕我 你不要遇到我 一定不會遇到我 一定不會遇到我 但是我想在我們 拒絕這件事之前 我們看看和聽聽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誕生 是不是很極端? 就這樣聽是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 被人教育成為 我們必須均衡飲食 什麼東西都吃 金字塔的底部是 彈水化合物 我們一直都說 要相信 沒有理由 學校會壓力 沒有理由 醫生或者衛生署的 資訊會不對 如是等等 但是 在我們判斷它 對不對之前 其實我們需要看更多的數據 這次我會分出 Pro's and Con's 就是它所謂的好處是什麼 記住所謂 為什麼呢? 我自己不是 practice carnivore diet 就是肉吃飲食法 我不是 是 我 in between 我可以這樣坦白說 就是我in between keto 和strict carnaval diet 我 somewhere是一個 relaxed的carnaval OK 那為什麼我說我是 relaxed carnivore 呢? 因為 by definition OK by個定義來講 carnaval diet 肉食飲食法 就是所有地面上面 生肉的植物 你都不吃 OK 我不行 因為 我坦白說 我不喝水 我只是喝茶 茶很明顯是植物的一種 你叫我不喝茶 我才能吃到它 真心 不行 另外 我很喜歡香草 不論是芫荽 parsley baisle you name it 所有的香草 我都很喜歡 你也記得我之前講 抑鬱症 其實還沒講完 只不過我拆開了一點點 去講抑鬱症的時候 其實我們身體吸收的葉綠素 是會影響到我們的心情 影響到我們的 細胞裡面的 線粒體的運作 OK 就是 原來葉綠素 不是只在植物裡面 可以製造到光合作用 原來對我們的人 產生的ATP 能量 OK 都有關係 所以我到底是不是真的 很 很 說我要 strictly carnaval diet 第一就是 你叫我不喝茶 我不行了 第二就是 我太喜歡香草 不行了 就是我久不久 我會突然抽一條筋 我想吃一個 很大盆的沙律 OK 尤其是火箭菜 火箭菜上面再加這個 Palmerzan 就是漂亮的 36個月的 已經是脆的 脆到會粉 那種 Marmigiano Raggiano 我真的 人生一大樂事 淋一堆的 橄欖油 檸檬汁 海鹽胡椒 我覺得是Divine 好吃到爆 然後 譬如舉例 你問我 水牛芝士 加漂亮的 意大利番茄 再加 羅勒葉 即是Basil It's perfect 就是 Nothing better 你明白 我不會 真的想 carnaval diet 但是你問我 我有沒有 recommend carnaval diet 我有 OK 這個時候 可能有人現在又會 你有沒有搞錯 你不是叫我們 一定要吃六至八杯菜 七至十杯菜 YES 是 我一向都是這樣說的 OK 但是 我節目說七至十杯菜 因為這個 是for mass for大部分的所有人 right 但是如果我私底下 做consultation 我是會因應 客人的身體狀況 去recommend 正如 我很印象很深刻 兩單 一單是避線事件 就是怎樣呢 就是 那時候在我舊屋 Obviously我搬族 就是 生童同學會 就是我煮晚飯 然後大家上來 有一個女生 我當著大家的面子 我就說 其實七至十杯菜 不是真的那麼 strict 就是不是真的 一定一定要 一定要吃到七至十杯菜 我怎樣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 原來我沒有說背後的大堆理由 他不明白 然後他之後 就會變成第二番說話 就是 Chinese whisper OK 就是因為 如果那個人的胃口 是這麼大 OK 你叫他摘七至十杯菜 下去 然後他什麼都吃不到 那你真是壞事 因為這個樣子 你就等於叫他吃摘 但是 就不是Kilo diet 明明我想說什麼 OK 但是如果那個人的胃口 像我這樣 就是 去到日本 看菜單看不明白 有幾個套餐 不知道哪個打哪個 最貴的那個 一定是最多東西 那我才會飽 OK 那你就要看 因為如果那個人的胃口 像我這樣 那你就可以 七至十杯菜 六至八杯菜 原來沒有問題 因為你還會有位 吃其他東西 但是如果那個人的胃 是這麼大的時候 他七至十杯菜 那你不如叫他做兔仔 你明白嗎 OK 所以你是要因應那個人的胃口大小 這個其實都是其次 真正重要是身體狀況 我推薦過幾次 給人 OK 一個就是 大家如果有印象 我有講過這個客人幾次 就是 他之前純素了三年幾四年 那麼 他是跟一位出名的博士 食術租 吃到另一邊的眼睛 是100%沒有視力的 而另一邊的眼睛 就剩下大約四五成的視力 OK 這個客人 我是跟他說 他每天都必須要吃到內臟 還有呢 尤其是牛肝 如果買到的話 OK 吃蛋黃 最好餐餐 然後兩個星期 他就跟我說 他有一天下午 星期日的下午 居然可以看了接近一個小時的聖經 他說他很多年都不行 OK 這個人 如果我 就算再重頭見到他一次 我都會叫他 吃純肉的肉食法 因為你要記住 他之前四年是純素 什麼叫純素呢 即是蛋都吃不到的 基本上 OK 現在不是怕不怕沙門士菌的問題 是純素不會吃蛋的 OK 他甚至連蜂蜜 即蜂蜂蜂 那些都不會 那 你們如果有看開 《心同感受》的page 這幾天都有出到 好像是昨天 就是一個澳洲父母 等我一下 我把新聞拿出來 那個澳洲父母被判監 為什麼被判監 因為他們 偷了他們的女兒 OK 長達五年的監 面臨長達五年的監禁 OK 就是他逼他們的小朋友 吃純素 然後出生後十九個月之內 只吃燕麥 米漿 豆腐 香蕉等素食餐單 導致女嬰嚴重營養不良 接著離患 不懂讀 是否讀拘留病 你知道我這樣 骨頭沒有辦法形成 沒有掌牙並不能暫立 其實這件事 之前Jelly布丁和我 都有留意到 一些外國著名的 純素的advocate 即是他 一直大力鼓吹大家 吃純素 正如我大力鼓吹大家 生同一樣 但是那個 大力鼓吹純素的 那個blogger 或者KOL 被人拍到他在餐廳 正在吃魚 你可以在這條街 在Pizza的餐廳 看到我正在Pizza 沒有問題 因為我一個月 總會有一天 或者多過一天 就是破通 我承認的 沒有問題 我去日本都破到七彩 但是他 不同 因為他是 以一個 道德光環 愛護動物的理由 加冕他 去叫人要吃純素 所以你有道德的感召 整件事就不同了 我會破通 我會破通 我承認 甚至破通 怎樣補救 我都會和大家分享 但是在他的情況下 不同 而被人拍到他吃魚 整件事就很糟糕了 他後來就哭著 他其實身體變得很差 沒有辦法 所以才這樣做 求大家原諒他 這是一個女生 另外一個男的 純素KOL 她說她純素了 接近一年 她是沒有射精的 之後她吃一次肉 之後她就能夠射精 這件事 我第一次在節目中分享給大家 是不是我猜出大家 純肉飲食法 並不是 為什麼我要告訴大家 就是讓大家了解多些 知道更加多這件事 因為我想 其實香港沒有什麼人 會跟你說這些 所以我覺得 我有一個責任 我要說 但是 我代不代表 我鼓勵 鼓吹這件事 並不代表 搞清楚這件事 因為真的 每個人的體質不通 剛才我所說 那位 因為純素了四年 而視力已經失去了 100% 或者剩下四五成的位 會鼓勵他 我也真的叫他接近純肉 接近 OK 好了 而另一位是一位癌症病人 一位男士 她的情況相當之不理想 那時候 末期的癌病 我忘記了是否異臟癌 但是呢 她的確是覺得危險的 OK 因為是性命威脅 癌症病人 不跟其他病人 你絕對不能夠掉以輕心 你不能夠覺得 不要緊 沒事的 很快就康復 你想想以前的 我們是覺得癌症是絕症的 是不是 OK 現在你未必覺得她是絕症 因為畢竟始終 每三個女人有一個癌 每兩個男人有一個癌 現在是很普遍的 但是 你也知道這個病的確可以拿你命 亦都可以在信蕾不及掩耳的情況之下 就拿你命 所以 在她的情況 其實 我是出於擔心 OK 我才跟她說的話 OK 我會建議你 是 這樣這樣這樣吃 我那時候教她 我簡直是說 你找一塊最肥的肉 就是 坦白說 是跟經濟條件有關 A5和牛不貴嗎 難道你在日本吃的 而吃飯不是那麼貴 我不是說 今次去日本 三百多港幣 和牛放題 任吃 吃到濟了 第二天整天躺在床上睡了 出不了街上也做不到 OK 三百多元而已 好了 但是 在香港並不是了 香港另外A5和牛非常貴 吃鵝肝 鵝肝也不便宜 拖羅 所以其實你想深一層 為什麼整個業界 和藥廠 醫學界 大家會這麼口徑一致 吃多點澱粉 因為 and again it's good for business 你明白嗎 因為脂肪是最難 yield 最難得到的就是脂肪 你要儲肥一隻動物 你要扔多少的資源 用多長的時間才能夠餓肥 OK 當然是最難得到的 而谷物不同的 大佬 美國是農業大國來的 現在中美貿易戰大家都留意到 OK 其實它真的出無限多大豆 粟米 所以 椰子又不好 每一年走出來一次 告訴大家椰子又不好 因為它種不到椰子 你試一下它種到椰子 整件事又不同了 整件事是否很政治化 是的 的確是 but you know what we live in a real world 如果你沒有獨立思考 而你有沒有生氣去 dig deeper 去看背後 是不是真的有其他政治 經濟利益的目的在那裡 你很容易相信別人說什麼 你很容易相信 膽固醇不好 要吃膽固醇藥 要吃多點澱粉質 生酮會死人 如果你不願意自己下苦工去看的話 你很容易受到誤導 是Digseco 是真的 OK I don't blame anyone 因為為什麼 就是 你們都要做事 你要上班 你們不像我 我的專業 我現在專門就是做這件事 我每天都要見客人 跟他說這件事 你猜我每天見客人 不同的健康狀況 我如何推薦他 最應該吃什麼 不應該吃什麼 就是每天都要做很多功課 你明白嗎 所以你們不是我自然 你們不會 是要花那麼多時間去做這件事 但是 我現在告訴你 你不要盲蹤蹤 就進去 就來了 OK 我會解釋給大家聽 他的Pro's and Con's 是什麼 現在開始說了 現在先說Pro 什麼 OK 第一個就是 The Carnival Diet Cuts out all added sugar 就是 這個是最容易理解的 就是 純肉的肉食法 純肉的飲食法 是會斷絕所有額外 加入的糖分的 如果你還是覺得 吃一點點糖分沒什麼所謂 那你不如覺得 其實聖誕老人是真的 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 或者你覺得 就是這個 鄰近地區的共產主義 就是大家都住在烏托邦 如果你真的天真到 那我也沒有辦法 但是 OK 糖對身體的禍害 其實我已經說了兩年 已經說了很醜 但是我還是要說 現在 其實糖是會Glycate 它會黏住膽固醇的 糖是會黏住糖化 日本有很名貴的護膚品牌子 叫POLA POLA 它就是有抗糖化的營養補足 就是喝的 還有護膚品 幾千元一瓶 大哥 你喝完之後 去吃糖水 你不要浪費錢 你不如就戒糖算 夠命 那糖質會Glycate 它會黏住膽固醇的粒子 然後就搭到你的血管內壁 不是說你有吃糖 還有你身體本身有膽固醇 就一定會出現這件事 它之所以出現是因為 你血管有出血的情況 對嗎 為什麼血管會出血呢 我說動脈 我幾大動脈 為什麼會出血 因為你身體有發炎的情況 發炎 有撕裂 然後你的血管流血 然後你的身體就說 死了死了死了 我不想我老闆死了 他就馬上發炎 血小板 鈣 和膽固醇 這三樣東西 形成一塊膠布 就黏住了出血的動脈 內壁的位置 好了 醫生也是這樣跟你說 膽固醇會失血管 但他沒有跟你說 其實那些東西裡面 還有血小板 和鈣 為什麼鈣 鈣不在你的骨頭裡 去了那裡 因為維他命D3 和K2 所以D3和K2是需要的 D3和K2需要 那在哪裡會出現這件事 Sorry 動脈 肉食裡面 以及非植物性的組織 一樣D3和K2是很重要的補充 尤其內臟最多 所以我不是不斷叫人吃內臟 有些人就告訴你 我很怕膽固醇 我跟你說 你怕膽固醇呢 你就真的聽我說 我解釋給你 你完全不用怕膽固醇 尤其是我的 point of view 你聽完我的意見之後 你可以再跟你的西意慢慢去 去 argue 你自己 make a decision 但是膽固醇是我們的大腦構成物質 你害怕什麼 你是不是想老人癡呆 你不想的話 麻煩你去拍膽固醇 I do that ok 我每天吃3-4隻蛋 但我再咳一咳 Sorry 你不想拿你去拍膽固醇 好 好 好 我有8個小朋友 那我8個小朋友 會幫我媽媽拿東西 不會 昨天母親節 有沒有送康乃興給媽媽 沒有 有沒有寫母親節卡給媽媽 沒有 給媽媽 就是整個屋絲絲絲絲 到處都是 一天收拾幾次 所以你不需要擔心 我是很少我的子女 OK 是的 繼續 說什麼 膽固醇 這個大腦構成物質 是膽固醇 你的性肌質 即是你有沒有離驚奇 你的胸是否停不停 你能不能撥起 能不能成功蛇精 能不能生到小朋友 如是等等 整個東西跟荷爾蒙有關 OK 你能不能夠 身體合成維他命D 令到你的鈣質 能夠留在骨頭裡面 不要骨頭鬆鬆 又是跟這個 膽固醇有關 我可以繼續說下去 因為我之前說過幾集 膽固醇 如果現在聽到這裡 覺得有些興趣 好像跟平時聽到的東西不同 那你不必去聽 那六集超滿 不過我再提一次 超滿 我早兩天去吃一間 很好吃的葡國菜 我和我朋友兩個坐在那裡 好像有五六個人 然後有一個人說 他不敢吃那樣東西 不敢吃那樣東西 因為膽固醇高 他一直在談論 我已經跟朋友說 你要保持住 我忍不住 我真的很想回答 我朋友說 我不會阻止你 Go 然後我就真的 大家好 然後我就說 其實呢 容許我講一句 OK 我就說 Ansel Keys 就是Diet Heart Hypothesis 就是飲食和心臟關聯 假設 記住它是一個假設 Hypothesis 照譯是假設 所以今時今日 醫生叫你吃膽固醇藥 你真的可以問他一句 其實你知不知道呢 飽和脂肪會令到你膽固醇升高 會令到你身體裡的膽固醇增加呢 是一個假設 可能他會這樣 或者他可能說 是可以說是一個假設 不過呢 我們認為是真的 你不知道他會怎樣回答 但是 假設就是假設 Believe it or not 我也是一個很科學的人 OK 所以我今天跟你說的 唇慾的飲食法 其實呢 是沒有大量的文獻 Research 的佐證 沒有的 OK 但是有很大量的支持者 這也是真的 OK 而支持者裡面很多都是醫生 也是真的 OK 那你要知道 外國的醫生比較有獨立思考 OK 就是 Don't get me started 就是 somehow呢 亞洲社會呢 是比較 somehow 迷信權威 和崇拜權力 I don't know why 可能我們就是自幼被教育成為 我們要聽長輩的話 不要問問題 他們說你要相信 那我是一個反叛的小朋友 我爸爸是外國人 他的教育方法很不同 我媽媽的就是 你再問一句 他就會多巴尖你 我爸爸就會問他 他很有耐性回答你 那 所有的榮耀歸於我父親 OK 好了 繼續說 糖就會糖化 黏著減固醇 再搭下去 你的動物內側 OK 所以你不想你動物觸氧硬化 就不跟你遠離糖 第二個原因就是 因為糖分是令身體發炎的主因救命 所以你為什麼會 血股會撕裂 會出血呢 就是因為你身體發炎 還有因為你的身體不柔軟 所以為什麼 小女子的小店有瑜伽 默倫的瑜伽呢 就是因為你們默倫如果弱的話 你只坐在這裡用水晶杯 可以嗎可以 但是為什麼不跟瑜伽 加強它 做瑜伽 就算不是默倫瑜伽 在外面做 它都會令到你的肌肉 你的印帶 你的血管 更有彈性 OK 所以不要說我又在這裡 銷售自己的東西 不是 你在外面做沒問題 你自己家裏做生子 包括法哥周潤發 他現在什麼運動都除了行山 和拉筋 的確你想長命 就麻煩你拉筋 中醫也有個說法 就是 筋長一串 命長十年 為什麼 因為當你的筋 肌肉 血管 最主要是 有彈性的時候 那個流血撕裂的情況 就少了 少了 那塊沙布 繃帶 膠布 膽固醇 血小斑 和鈣質 就不少 又幫你黏住 因為它一路搭上去 你的動脈只有這麼多 一路搭上去 你就會爆血管 簡單來說 我不是遷就你 就是容易點理解 好了 第二個不好處 糖就是 高癞療 什麼是高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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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令你的血糖 突然升上去 升糖值 非常之高 Gi值 就是這個 Glycemic index 所以 人們很笑 叫你不要吃飯 但是叫你吃禮物 不要玩 其實你知不知道 他們的升糖值差不多 即是 甚至50步 笑八步 可能是 52步笑 56步 他們的升糖值 真的很接近 很棒 OK 糖是會令你的胰島素飆升 OK 然後你長期飆升 因為你不斷塞東西入口 你不斷吃零食 坐在辦公室裡沒有工作 不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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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身體不斷分泌胰島素 分泌了 當時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胰島素抗了 就是胰島素已經沒有能力 沒有能力降回你的血糖 你明白嗎 那這個時候你去驗身 醫生就告訴他 你糖尿病前期 然後 哎呀 你是時候要吃糖尿病 你明白嗎 那醫生又可以更加多的胰島素 給你 這個時候你會發覺 你自己有腫 有肥 怎樣都受不了 其實 Keto已經完成了 Keto save the day OK 你只要一Keto 你吃下去的糖 少了 你的胰島素自然就會回落 回落了 那一個胰島素抗性就完成了 很簡單 OK 所以如果你是異形糖尿病的話 我保你 但我麻煩你 Keto 我遇過一個客人 是一個奇巴 我永遠都記得 就是 他說他想漂亮一點 OK 年輕一點 然後他又有糖尿病 但是他早餐是吃麵 下午午飯吃米粉 晚上吃飯 我說你做什麼 看不開 為什麼你不肯Keto 然後說完一大輪 說完人類進化史 說完為什麼Keto會幫到他 說到最後一句 就說 我考慮一下 OK 即是那一刻令到我很想爆血管 OK 當你第三 就是當你食用的糖 被代謝了之後 他產生了一件事 叫做AGE-Apostavis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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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愛厲害 甚至她的身體情況如何 或者再白一點 她現在還在嗎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當天跟她說 是叫她接近是唇肉飲食法的 我跟她說你吃一塊盡肥的肉 你之前跟我飲紅雜菌 你之後跟我做什麼什麼七七八八九九 然後她很反感 她不肯 她覺得太極端了 她真的不知道我用心良苦 如果你們個個都明白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我必須要讀這麼多東西嗎 我現在又報讀了一個新的 我知道香港人很喜歡明白大學 所以我這次報讀了一個 又是另一間明白大學的營養的課程 可能這樣會有多些說服力吧 因為你知道現在 剛剛我的狗讀了一個全消課程 或者營養師很害怕 再來就是 Glucose 即葡萄糖 是一個非常之會令到我們的身體 代謝氧化得很緊要的 一個很邪惡的物質 它是會引起發炎 雜雜都聽到我說的東西 而且會令到我們產品 就是ROS 怎樣解釋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就是周圍撞 你當作游離機 不斷地破壞健康的食物 明明好地都被撞破 被它破壞 一個29人的研究 不太多人 是29人的研究 就發覺 你只要每天 進食40克的糖 就已經增加你的 發炎 你的胃度數抗躁 和脂肪的積墜 那你說40克 我怎麼吃到這麼多 這樣 OK 我最喜歡別人給我咬 真的我最喜歡 因為我想找一些東西給你看 我在找 等一會 我去哪裡 MEDICAL INSPIRE EASY 看到嗎 EASY 反光反倒七彩 可以嗎 一杯 雪糕 我不是想 幫人宣傳的牌子 但你看到了 比利時朱古力 一個都25克 你吃兩個都已經爆了 雲呢拿兩個都已經爆了 成年人每日不應攝取 多於25克的糖 我想告訴你 你不用了 你這裡加上一碗飯 你已經收工了 老老實實 OK 對了 還有 Glucose葡萄糖 是可以 位置你身體內的癌細胞 令它蓬勃成長的 OK 所以這個就解釋了 Walberg的效果 1921年 Dr.Walberg 那位德國的科學家 醫生 發現 咦 癌細胞 對葡萄糖的反應 真的很大 他對其他人沒有反應 OK 對了 那 Walberg的效果 也解釋了 為何今時今日 如果大家來試 你被懷疑了癌病 你去醫生 醫生幫你做PAT scan OK 接著他就會打 顯影葡萄糖 甚麼是顯影葡萄糖 就是有螢光劑的葡萄糖 為何不打顯影鹽水 或者顯影的清水 因為他喜歡葡萄糖 癌細胞喜歡糖 我說了兩年多 你們明不明白 其實 我在香港 我想最早講生痛 OK 還有講得最詳細的人 繼續 OK 你這個 每個人的身體裏面都有癌症 記住 你千萬不要以為自己行臉 他過不過 那個叫做Tripping Point 就是臨界點 癌症 cells depend on glucose to grow 你身體裏面有癌死胞 全癌葡萄糖的生長 他們用不到同體 Keytones 即是你身體生酮 不是產生同體的 癌死胞用不到Keytones 他只可以用葡萄糖 所以很簡單 你死定我亡 如果我有癌症 我知道我怎樣搗亂你 很簡單 我就一滴糖都不給你 我一滴糖不給你的方法 最有效是甚麼 就是唇慾 唇慾 但是要很小心 我講到這裡 我要很小心說一下 唇慾 如果你真的一滴菜都沒有的話 你有機會 你的糖是會多過Keytones 真的 因為蛋白質可以被磚化成為糖 我其實有一個研究 有一個人他就是唇慾之後 他的手指 他的Blood Ketones 是比他吃Keytones更少 所以每個人的體質不同 你到底是Keytones 還是唇慾 真是視乎體質 每個人都不同 好了 繼續 有些食物 媽媽是女人 媽媽是媽媽 大家都明白 一定要避免的 例如 糖果 麵包餅乾 蛋糕 雪糕 曲奇餅 那些 你平時喝的飲品 全部九成都有糖 你問我 我當然是喝白色可樂 或者黑色可樂 白色可樂 當年我擺了一個烏龍 我和姐布丁都已經道歉了 但我一定不會喝紅色可樂 做什麼 你厭世嗎 但我想告訴你 其實大部份的食品公司 都偷偷地把糖引進食物裡 包括你想不到 為什麼滋腸會有糖呢 然後為什麼你炒薑汁炒芥蘭 你要加糖呢 是要的 因為好吃一點 因為中和了苦結味 中菜尤其災難 你醃的過程裡面 都已經加了生粉去糖 而且味精也是糖 因為它是甜品 其實 OK 你喝的椰青水 很好啊 椰青水很健康啊 有電解質 都是那一句 每個人賣東西給你 都會跟你說 它有多好的 OK 為什麼會掛東西好 後面有白色的東西 走過 我的貓 我家裡 八隻貓裡面 有六隻都是白色的 還有沒有貓 你去哪裡 出不出來 有人找味 我兒子 奇怪了 他去哪裡 anyway 繼續 有些人說 果糖呀 果糖 果糖沒有東西的 水果很有東西的 錯啊 OK 水果是最差的 因為水果裡面的果糖 你身體是沒有辦法 process 我告訴你 還需要一個酒精真心 酒精是你的大腦 加你的肝一起分擔 但果糖只有你的肝 去分擔 如果有些人說 他有脂肪肝 我說 你是否長期喝酒 沒有的話 那就可以了 說完了 就是你一向吃的東西 喝的東西裡面 果糖的成份很高 就是這些人 可能平時 餐後就吃水果 那一堆 OK 這樣呢 就 對了 這就是其中一個好處 糟了 我只講一個好處 已經講了三十多分鐘 人都瘋了 OK 我下一集 再講第二個好處 可以嗎 OK 今天先講到這裡 先 OK 大家消化一下 我不是現在馬上完 我現在會做些什麼呢 我現在會跟大家做一個 就是如果感受到不安的時候 OK 還有呢 覺得焦慮的時候 即使你有還是沒有 抑鬱症 即是真的抑鬱症 OK 不是你不開心就叫抑鬱症 救命 我真的遇過一些客人 真的這樣跟我說 不是 抑鬱症是真的抑鬱症 是需要去醫生 然後他給了一個水蛇 這麼長的表給你填 問問問問一大堆東西 接著呢 他判斷你真的有抑鬱症 OK 是不同的 OK 上次我不是教過大家的 OK 我們重複了 重複頭兩個步驟 再加上第三個步驟 上次就說 三步 頭兩步上次講過 跟我做一次 好嗎 記住 你不需要真的有抑鬱症 你才可以做這件事 就是你有焦慮的時候 不安 例如你老闆在剷你的時候 剷完你 你還要起伏得很厲害 或者你和你另一半吵架的時候 OK 那你總之有焦慮不安的情緒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做這件事 你做這件事 不代表說 行了我都沒有東西了 我平復了 不是你平復了的問題 你平復了 如果你聽過上一集 你就會知道 其實你的身體 有一件事發生了 它是有一個能量的印記 所以解釋了 為什麼小時候被狗咬 然後他一輩子都害怕狗 有些人就是 這是一個非常不愉快的比喻 但有些人 比如他小時候被性侵 他長大了 一直沒有辦法 去建立一個健康穩健的情感關係 尤其是異性 尤其是異性 為什麼呢 你說他性侵 他那個人不是他現在的親密伴侶 你怎麼可以這樣混為一譚 但是那個心理障礙在這裡 他可能做了很多次counseling 又好像我小時候被鹽蛇嚇到 我之後一直都害怕鹽蛇 但是我現在處理了 我不怕了 但是 那個能量印記在這裡 所以你做這些tapping 或者你找我 或者其他的 energy healer 我們做的事情 其實是清除那件事的能量印記 我無數這麼多次 做 consultation 見客的時候 我叫他講一個創傷事件 他講都眼紅 他講都哭 見過我的人就會知道 你坐的那個位置右手邊 就是一包紙巾 為什麼我要擺那個位置 就是因為 十個有七個見過的都會哭 不是我有這麼做的哭你 是我問你這些創傷事件 然後他就哭 他就哭了 OK 那 我剛才講了一個例子 是什麼 糟了 Anyway 我忘記了 金魚 好了 跟我做一次 所以 如果你有一些創傷事件 你有焦慮不安的時候 記住 焦慮不安 不開心 你也可以照做這件事 為什麼呢 他幫你清理 不要積壓 因為你積壓之後 如果你一直都不找人搞 他真的會屈到病 他就會變了 所以解釋了 怎樣也有些人 女生 子宮生樓 不要這樣割 又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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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割到病 整個病 其實不用 如果你有聽過字幕 你知道 有默倫這件事 可能就是你的生殖倫 有阻塞 你的生殖倫很弱 很久你就問我 你默倫的阻塞 來自於什麼 其實是來自情緒 所以現在就教你們清 可以嗎 跟我做一次 看不見到 這樣 這個是手腕的位置 這裡是手指 這裡就是手臂 拍的位置是這裡 手指對落 手掌的位置 拍這裡 跟我啊 一起來 拍 好了 不要說 不是這樣 大力一點 拍就說 英文的說法就是 Even though I have this 然後你自己 I deeply and completely accept myself OK 不需要前後的 總之你拿 一隻手打另一隻手 可以了 但記住我們會重複兩邊做的 OK 這個EFT 外國的急症室都有用的 因為你也知道 可能要等 所以 甚至痛症都有用的 Surprise OK Even though I have this anxiety 或者 Even though I have this anger I deeply and completely accept myself OK 中文就是 即使 我有這股恐懼 我都深深地 全然地接受自己 又或者你可以不要恐懼 你可以轉 即使我有一個症 我深深地 全然地接受自己 又或者你再轉 即使我有這股一股痴怒 而且我都深深地 全然地接受自己 OK 打..打..打...打的 OK 好了 打 你要講三次 剛剛講的 假設我剛才說的 但記住我以為三次 你不要三次就是大問題 是那三次是不同 對 OK 是三次一樣 即是懷怒 那你就打 即使我스크 覺得我這個憊懼 我全然和深深地接受自己 即使我有這股憤怒 我全然地深深地接受自己 好 再重複三次 好 接著呢 記不記得這個 sequence 是怎樣 OK 就是呢 打一打 打一打 就打 眉頭 可以嗎 打五次 最少五次 多過五次會怎樣 沒事 OK 打眼尾 眼尾有紋的地方 我沒有的 哈哈 打五次 接著呢 打眼底 眼睛在瞳孔對落 OK 我沒有打大眼睛 叮叮叮 打這裏 打三次 五次 sorry 人中 打 OK 打 在這裏 下方掌握 接著呢 鎖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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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 打 打完之後 這裏 可以嗎 男人沒有鎖骨 就猜一下鎖骨 打自己的鎖骨 你沒有辦法這樣 因為肩膀有事 我五十肩 那你就用左手打 用不容易 OK 接著手指 OK 手指的外面 手 外面 可以嗎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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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OK 食指 外面 中指 外面 無名之無的 因為為什麼呢 你的經歷沒有去到這個位置 接著這個內側 一人上司問過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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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可以嗎 這個位置 打打打打 即剛才你開頭打的那個位置 OK 好了 記得嗎 講三次 一邊講一邊打 接著這些位置 每個地方五下 你喜歡十下 十五下 有些多有些少 沒有所謂 不會爆炸的 放心吧 接著呢 最後這個 就要教大家 我伸手出來了 你看不見到我這兩隻手指 一個V 一個V 一個V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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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字 下面這個位置 OK 看不見到 這個位置 你就刮這個位置 刮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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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什麼 閉上眼睛 張大眼睛 這個時候 頭不動 看右下方 頭不動 你不要這樣 OK 頭不動 看右下方 看右下方 一直打著 你可以用指甲麥 自己也可以 可能而已 看左下方 OK 接著呢 就用眼睛旋轉 OK 這一集的Preview 出來 很奇怪 旋轉 然後反方向旋轉 OK 如果你剛才順時針 你現在未逆時針 很簡單 好了 接著呢 生日快樂 那首歌 大家都知道 你哼 不是唱 OK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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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整首了 接著呢 就數1 2 3 4 5 再哼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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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呢 閉眼 深呼吸 重複同一樣 在另一邊 可以嗎 按搖 可以嗎 OK 這樣就說 為什麼你要睜眼 閉眼 轉 轉 又轉 因為它不斷吓 右腦 左腦 右腦 左腦 以及你內容不同的部分 所以 不要嘔 不要問我為何是這些 我要唱富士山下 可以,你喜歡吧 EFT的說法,別人是用生日快樂的 你喜歡吧,還有你不用撐足三分多鐘 五秒就可以了 你重複這三個步驟 如果你有瘋狂 建議你每天都做 你說的很簡單 即使我有抑骨症 即使我有輕生的念頭 希望你沒有,千萬不要 我深深地傳言地接受自己 這招很用得 一句啟動你身體 大陸不同的部門叫他做事 啟動你身體不同的經絡 叫他排除這股情緒和能量印記 當然,如果你很想見我 你很想躺在這裏給我遭遇你 說笑而已,我不會遭遇你 不痛的 我可以幫你做Energetic Clearing 如果你願意等我幾個月的話 因為,成為大家的錯誤 我的預約都真的 我想三個月左右 可以這樣說 但如果你真的有很急的情況 我們都會幫你插隊 還有,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儘管問我 記住,有問題 或者想預約時間 或者想問產品 記住,記住發帖 去9170-2922 我們全部統一在那裏覆 包括,不要發帖 因為我真的 我想確保所有統一 在同一個地方回答 我不想有很混亂的訊息 到底回答了嗎? 還是沒有回答呢? 所以我們下一集 可能再會繼續說 唇育飲食法 再說抑鬱症 讓大家沒有那麼悶 五月之內 所有的洗頭間 都還是買兩塊送一塊 我們會 接下來有些新的 你預約這星期尾 下星期 頭 最適合 會有蝶豆花 是藍色的 如果染了藍色頭髮 適合你 如果染了青色 現在很漂亮的青灰色 就是用小蜜草 如果有很多白頭髮 我們有一隻Hannah 你知道什麼叫Hannah嗎? 海娜 就是一種 印度人呢? 你畫手板呢? 那種植物 Hannah做的洗頭間 就變成你不需要染頭髮 而是植物不會傷身的 會是啡紅色 你染了啡紅色 你可以用它 或者白頭髮多 你也可以用它 買兩塊 上一塊 多謝大家支持 如果你想驗蜜倫的話 檢查蜜倫 我有一部機 放在這裡 因為我只剩下一個同事 所以大家可能 最好是發了一個訊息 WhatsApp去917-0992 約一個時間 讓它可以專注照顧你 好嗎? 拜拜 拜拜 下一個禮拜一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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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